它能炸整圈嗎 它是炸不了果子啊 它這個果子完都是蓮的 老子整圈都是拿豆皮去啊 它這個是什麼拿什麼呀 這方面也是 大爺這方面也是 比方說哪怕這個大爺這只有五個蘿蔔 它也在這兒嘛 我覺得這是天氣人的一種幽默的一種生活態度 昨天在這酒店睡得還不錯 比較喜歡沒有窗戶的房間 沒有窗戶的房間早上起來沒有那麼的亮 然後我現在呢要去吃個早點 就是昨天我不是去吃那個老天津味菜館嗎 然後那個老闆那大哥 然後我問他那邊有沒有好吃的早點在這附近 然後他說他老去一家叫催急餘燉的 說那餘燉挺好吃的 然後我現在呢就準備往那邊走 然後咱們待會兒一 火好困 咱們倒回去 我剛才看臉嚇一跳 我看某瓶說這是十點營業 但其實不是啊 我們這兒現在早就贏了 或者這天津早點也不可能有十點營業 十點不營業差不多了 這是卷圈吧 對 我叫你這個 你給我吃我 這好吃的 這也是錄像的 這是錄像的 要不您打個招呼 您打個招呼 拍這個挺多的 你好 好好謝謝謝謝謝謝 好嗎 你也點這個卷圈吧 這卷圈你不加餅嗎 其實怎麼吃的都有 怎麼吃都有 我還是喜歡吃加餅 我覺得卷圈加餅特別特別好吃 是啊白白 大餅加一切 這個 這個卷圈剛出鍋的這個 巨燙無比 但它跟您其實有那個炸味不一樣 老的整片都是拿豆皮炸的 那這個是什麼啊 雲燉皮 這是雲燉皮 白麵 這是雲燉皮 看雲燉皮鮮吧 要裹起來 這個雲燉跟我上次在烘烏裡吃的那個又不一樣了 然後它的肉蝦有點偏我在舒嬰吃的那個雲燉 但是呢 這個肉蝦也沒有舒嬰那麼的緊 但也挺好吃的這個 你其實是網紅嗎就是 我湯拍的不是網紅 我湯拍是玩的 你哪得北京的 北京的 嗯 有時候沒事的上天津吃飯 會再吃天津 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一個的大雲燉也是跟那個 就是跟小精魚丸飽著的 這是屬於那種叫什麼大餡 跟那個大餡和小餡可能 是 这看着炸的是相当可疑的 特别的焦脆 然后里边稍微就是显老 但是 很好 我上次在西北小吃 也不是在红屋里吃那个 里边是没有香菜的 然后这里边是有香菜的 就是分两种做法 有了有香菜和没香菜 对 但是豆芽菜和姜豆腐一定是比较平的 豆芽菜姜豆腐 你先自己炸的吧 对 你以前不想用点豆汁炸的吗 这是 这不是豆汁 这是酱 我知道 但是 行吧 它这个鱼炖是不是就不是老汤的 是吧 这个馅的味道还可以 但是汤可能 没有那个 屋里的鱼炖和书鱼鱼炖好多 这个炸的还行 就是外皮有点老 但是这个 这个卷圈 实话是说没有我在那个 公屋里吃的那个好吃 哦 谢谢谢谢谢谢 多谢多谢多谢 我觉得里边这个香菜的味道 然后 就有时候吃的某一口 会大过于豆丸菜和姜豆腐的味道 嗯 它这个果子 它都能炸卷圈 为什么它是炸不了果子啊 它这个果子反正都是凉的 人手不够 而且其实想把果子炸好了 挺需要分离 挺难的是吗 对 所以 专门里面很多炸果炸的很无敌的 它还不如就去那直接炸 哦 我上次吃那个小林干的菜 嗯 家里面旁边就有一个生甲果子 所以 经纪人吃到点有时候 早上起来从家 说餐煎饼去 嗯 口袋里揣俩鸡蛋 我揣俩鸡蛋啊 好吃 然后呢 鸡蛋往那个摊上一放 当拍对了 这是我的 后面谁再来得拍这俩鸡蛋后面 哦 煎饼摊是吧 可能你这鸡蛋前面还放上鸡蛋呢 那就是 能放哪儿啊 放地啊 它那个煎饼摊的 它摊煎饼不有这个 这个饺子吗 哦 然后前面有一个小 那它哪知道哪根自己的 写名 是吗 那个摊煎饼的才都记得清楚 这还能记得清楚 对 所以有人说怎么能拿鸡蛋拍摄呢 我们就拿鸡蛋拍摄 然后拍摄之后跟人家打说 这俩我的 就是摊一个果皮的 摊一个果子 但是你等着 自个儿旁边先买果子 买完之后拿来 你给我夹我的 有二姨的 它不是为了节约成本 而是为了我自己刚买的果子 脆 好吃 你那都放别了 吃到这 这方便也是这 大爷的方便也是这 我说您吃这方便面也是咱们家的 哦 它家还有方便面 有 天津的导演 是不是都给煮方便 都给煮方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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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然后也不像那个水餡 因为上次我吃的那个 红屋里那个云味有点偏 就跟吃包的那个水餡 然后这可能就是有点集中了 我跟老板摇一袋 就把这个果子打包了 现在跟这个粉丝哥们已经 往那个市场走了 你方便打个招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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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条路的这个生活气息 生活氛围还是挺重的 然后马路两边又有这些 这个生饭吧 然后再摆摊 卖一些 卖一些这个生活用品 这边是 现在只要三十元二十元了 这边已经 卖什么 卖仪了 对你没有听错 生活用品 我来天津这么多回 一直都在这个 就是美食的海洋里挣扎 就没有说体验一下 咱们天津的这个本土文化 就是造势文化 因为每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造势文化 东北啊 然后这个 资博啊 北京啊 然后现在就是天津了 卖什么都有 帽子 灯块 这边这大姨在卖什么 衣服 布料 布料 小裤子 小裤子 我昨天直播 我们说天津为什么没有夜生活嘛 然后好多 好多人说 因为夜生活 耽误第二天早点 哈哈哈 我想想也是 我想想的确是怎么回事 他确实耽误第二天早点 好 祝您一切顺利 好了好了 祝安全啊 拜拜 拜拜 这个粉丝哥们人挺好的 然后我现在来这个 中山门菜市场 别老拍美食了吧 体验一下天津的生活吧 对吧 就感觉自己也是 这儿的一份子一样 这边是哦 卖水果 糕点 哦 这里好大呀 这边是卖糖的 这里边有没有你们儿时的回忆啊 哪个是天津人小时候特别特别爱吃的 啊 零食啊 我不知道 你们可以给我留言 下次要再来的时候 我也买点尝尝 这蟹花瓜粉仁你们吃过没 这个特别特别好吃 啊 这菜市场还能骑车进来 哦 能骑车进来的菜市场 不是说它管理怎么怎么样 也不是说它其他的 我觉得能骑车进来的菜市场 只能说那一个问题 就是这菜市场是真的大 所以你才能骑车进来 你说我来菜市场 不花点钱吧 我觉得亏的话 这边搬来了 有蒜蓉辣酱吗 那煮饭 你给我来一包 这是天津的吗 利民的 利民的啊 好嘞 花了四块钱 买了一个 我应该是买对了吧 买的是天津 这是天津的 利民蒜蓉辣酱 这应该就是你们跟我说的那个 然后我接下来出去 刚才那个 跟那哥们聊天来着 然后这个中间那条主路啊 没怎么逛 我现在要出去 然后把那个中间辅路 带大家中间的那个条主路 就是摆摊的主干道 然后带大家逛一逛 他这有卖田鸡腿的 你看 有田鸡和牛蛙 这个 哪根田鸡啊 这是田鸡啊 北京菜市场有卖牛蛙的 现在卖田鸡的很少很少了 这还要卖螃蟹腿啊 这盘鸡腿多少钱一斤啊 盘鸡腿十五二斤了 十五二斤啊 大光一斤啊 我就问问 我就逛逛了 谢谢您 谢谢您 你说北京有早事儿吗 有 但是 这种生活气息 这么重的早事儿 我住的那个方庄啊 那边是很小很少 然后这个 基本上就是大吉 会有这么浓的这个生活气息 和 叫什么 叫早晨文化吧 早館呢 姑且叫早晨文化 有啊 但不多 但是 天津这边的这个 你看 要卖小孩儿的这个 这多有这个 童年记忆的这么一东西 我小时候就老穿这个 大裤衩 靠来北京 你看就哪怕这个 带着这儿 只有五个萝卜 他也在这儿卖 所以说这种生活气息 我觉得是 很多时候是别的地方比不了的 还有卖小鸢圆的 这种地残什么的 看 就是人居欲读 我是特别特别喜欢逛这种地儿的 这哪怕 只花个一两块钱 三四块钱 我也喜欢逛一逛 这边好卖 这个天津叫什么 这东西天津叫什么呀 北京叫螺丝 还有 扇鱼泥 王八 这还有 哇 这么大个的巴西龟啊 哇 这是小龙虾 哈白虾 蛤 什么都有 很多人说天津没有玩的 但是我真的想告诉大家 天津这个好玩好逛的 全部在市井 就是 人 我觉得是天津的一大特色 就都说这个天津人这个 叫什么 幽默 你说幽默是什么 我我从来不觉得天津的幽默 只是逗别人开心而已 我觉得天津人的幽默 在天津人眼里属于他们的幽默 应该是 应该是一种心态 应该是对生活乐观的一种心态 然后对这个不好的事情的一种心态 就是 你们看我老说有今没名 有今没名 其实我不觉得是不好的事 就是 我明不知道怎么着呢 我先把我今儿过好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吧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觉得天津人幽默 我绝对不是逗别人开心 或者是 就是 你说句大俗话 绝对不是瞎比抖 真的 他们就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对活着的希望 然后在 无聊的日子中 然后给自己 甚至给他人带来一些喜悦 我觉得这是 天津人的一种幽默的一种生活态度 我觉得我的视频里 不应该 只是出现美食 不应该只是出现 不管是天津美食也好 还是北京美食也好 我觉得 北京有意思的街道 有意思的人文 天津有意思的街道 天津有意思的人文 反正只要 积极向上 正能量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我都想拍 所以 所以我觉得 以后这类视频 应该也会再次出现在我的 我的频道里边吧 那么就谢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 拜拜